很可愛齁 我們再度歡迎我們的傑音 還有她漂亮女兒小珊珊 哈囉 珊珊 大家好 跟大家打個招呼好不好 好 跟媽媽其實長得很像 真的嗎 長得跟媽媽真的一樣漂亮齁 好 小珊珊聽說呢 很聰明 為什麼聰明 因為小時候媽媽就用油去照顧她 對 因為她小時候比較那個 異位性皮膚炎 異位性皮膚炎 然後體質又過敏 是喔 對 不能喝那個羊奶也會過敏 然後夏天喝牛奶也會燥熱 是喔 很多人說喝羊奶就是要讓身體的過敏體質 為了讓它氣管更好 對 可是沒想到造成身體更燥熱 真的啊 對 所以變成說 大概六個月以後發現她整個體質都不對勁 是喔 就都熬稀飯吃 那我們就會把茶油添加進去 稀飯就可以直接加茶油 可以啊 像如果平常煮稀飯 小朋友吃的一些 不管是煮什麼 都可以添加一點點茶油進去 那就是用一般的灶也不用 用茶油 是 清水洗一洗 用茶油跟她做按摩 做按摩就對了 對 跟她做按摩 好 等一下小珊珊會來跟大家示範一下 喝完茶油她還知道那個剩下來的油有沒有 可以拿來擦皮膚 絕對不可以浪費的 好 我們今天來認識一下 因為其實很多觀眾朋友可能想說 喔 茶油 茶油 但是事實上茶油它有很多種品種 對不對 那事實上茶油的源起 就是說茶油是從這個山茶科 然後呢 有這個油茶樹種子中當中去得到的 其實呢 距離到現在已經有好多年的歷史了 那 古早古早的時代其實就已經在用這個茶油 只是過去現在很多的朋友就是忽略了它 不知道說原來我們自己本土有這麼好的一個 這個茶花籽啊 或者是茶葉籽 我們可以來做很好的運用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老祖先的智慧 也不是說阿公阿嬤的專利 很多人像我們現在在廚館苦茶有的說 那個我阿嬤吃的 那事實上現在這個 我們從小孩就可以開始養起 真的齁 對 它對我們整個胃跟氣管都很好 好 我們今天來看到 桌上有兩瓶顏色其實不一樣的油 對 不一樣的油 一個是 一個顏色是怎麼樣 一個顏色 一個的話看一下 像這一瓶呢 就是一般我們俗稱的 苦茶油 苦茶油 這是大顆子的 大顆子的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這個 對 這個很大顆的 對 這個就是從它這邊身上出來的 對 對不對 這個就是苦茶油的大顆子 那我們再看這一罐 是 好 這罐呢 大家都有聽過茶油對不對 茶油跟苦茶油是不一樣的 因為一個是樹高的 一個樹是矮的 喔 茶油跟苦茶油那不一樣 不一樣 對 那像 平常我們在外面看到這個茶圓 是 不管是金萱 烏龍 包種 它那個品種的茶葉 那它茶葉在採收下來做茶葉之後呢 是 它那個茶子是可以採下來曬乾炸油 是喔 那為什麼它的顏色比較紅呢 其實本身 你剛才不是說要教大家看圈圈嗎 對啊 這個圈圈在這裡 這個圈圈是怎麼樣 這代表什麼 這圈代表它的濃稠度 這個圈圈代表濃稠度 也代表它其實是很完美的油 對不對 所以一般我們在市面上看到的油 都是很水很稀 那我們這個油濃度很高 這個的茶葉子是來長什麼樣子 茶葉子來 就長這個樣子 它顏色比較綠耶 這個是剛採下來當然綠 然後它是顏色是 就是它的那個 它是那種茶葉 所以樹種是小 比較矮的那種 比較矮的那一種 那本身它的葉子是可以做茶葉的 好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這比較清楚 沒有到那個地方去 我們搞不清楚了對不對 這個樹它比較矮 像一般的茶園有沒有 所以這個葉子採下來做茶葉 可是大家應該沒有很注意去看到 它裡面有長茶子 就這一顆一顆的 對耶 然後我們把它採下來曬乾 跟剛剛那個長得不一樣 它裡面會有三顆 一樣會有這個內殼 外殼 那我們把它剝掉 這就是它的茶葉 所以茶葉每一顆它都很飽滿很新鮮 一定要新鮮的 我們才能夠拿去炒 才可以做出好油 好 如果說 苦茶油跟茶葉油不一樣 不一樣 今天我們已經把它擬清這個觀念了 好 那我要來聞聞看 它們的味道到底差別在哪裡 剛才我說這個是苦茶油 苦茶油我們 其實苦茶油就是屬於種子油 種子油一定要經過很低溫的培草 它的營養成分才可以釋放出來 所以你現在聞到這瓶苦茶油 我們是比較低溫的 它的口感比較原味 所以你現在聞到是有一個清新的 那個茶子的香味 顏色是金黃色的 好漂亮的顏色喔 那我們保留它的所有營養成分 有桃多芬 也有一個月綠素 是 那這樣子 像你剛剛不是跟我說 你有一點感冒嗎 對 我今天有一點感冒 頭龍癢嗎 那其實你也可以稍微喝一點點 喝一點點 喝一點點 好 有人喔 一定把皮一直滷過來 還有人在在掃 你也在掃喔 你說 我也有點感冒嗎 對 好 這個就是 小生生OK喔 她OK 給她喝一點喔 喝一杯OK嗎 像如果我肚子痛 還是一直咳嗽的話 我會讓她喝一點茶油潤滑 是喔 來 你喝喝看 你要跟楊平阿姨乾杯 好 我喝一點點 因為我待會兒要來喝另外一個油 另外一種 另外那個是豹仔油 對 豹仔油不一樣 就是我們的茶葉子油 好 來 你要跟我乾杯嗎 你要不要用這隻手拿 觀眾朋友們會看得更清楚 好 來 放一下喔 好 我隨意你乾杯 好 來 來 OK 哇 你直接來喔 她已經很習慣了 你直接來喔 她看我沒喝她也不喝 來 現在是把它含在嘴巴裡面 然後一下子再吞進去 那我們從整個喉嚨到位 她會幫我們做一些體內環保 其實說實在 口感也口感耶 可是一定要有口感 才有效果啊 真的耶 很好喝很順耶 一般市面上有一些沒有顏色沒有味道 它是把它的營養成分拿掉了 真的 那是沒有味道的也不會口感 所以它沒有效果 真的喔 所以一定要口感口感 可是這個口 朋友一定是可以接受的 算乾淨 好 小杉杉我已經乾杯了 你還沒乾杯呢 蛤 她等一下要留來擦皮膚 真的喔 你等一下示範好不好 好 我們剛才看到的這個就是 青黃色的苦茶油 青黃色的苦茶油 好 這是用這個大紅 對 這個大骨的 大紅花果 大紅花果 好 我們現在再來看看的這個是茶葉的 茶葉過去我們都知道是泡茶而已 但是不曉得它的紙這麼好也可以 蛤 那它為什麼顏色會這麼紅你知道嗎 事實上這一罐我們也是低溫培茶 可是你現在聞起來是不是很香 好香喔 這個超香的耶 有一點像麻油的味道對不對 對 可是它不是麻油 它也不是說去調和那個麻油不是 是喔 因為本身茶葉啊 我們是不是有泡茶葉的經驗 是 那我們茶湯的顏色是不是比較偏紅 對 所以其實我們這一罐也是比較低溫的 可是因為 那請問它是什麼茶葉 它來講的話就是一般的烏龍 文山 包粽都有 好香喔 這個好香 真的很像麻油的香味 對 可是它純百分之百的茶子油 真的喔 好 那通常這一罐呢 那這個呢 很好用 這個怎麼用法等一下就跟我們說 這個怎麼用 這個很好用 這個因為你剛剛聞的味道很香對不對 那我就是平常拌飯 小朋友不喜歡吃飯 我就把這個油拌到飯裡面去 還是拌到麵條裡面去 再加一點醬油 它有一點像我們台灣的古早味 像豬油拌飯一樣 真的嗎 真的 所以它是非常 可以幫助小朋友開胃 OK 所以我後來發現 這個油真的就是它非常的 這個精醇 而且呢 它讓我們覺得它的這個來源是非常新鮮的 好 我們現場現在來做一點料理好不好